阿弥陀佛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剧经故事集里面佛陀的开示 还有相对的故事里面的内容 来学习佛法 录制在我们生活种种的这些的启示 在现在的单元 还是在第三品的新品 就是第九个故事 它的题目是变性人 就是由性别的改变 这样的一个人 那在法语的开示 就是提到 善念的法义 胜过父母亲朋的爱护与照顾 在这里也就是对照 在第八个恶念 就是会帮我们造成的伤害 比敌人还要深 那在这里就是强调 善念的法义 也就是我们可以保持正念 乃至就是我们有善念 就是有善行 就是能够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恶口 不两舌 不起语 不妄语 还有也没有起贪 撑 跟邪贱 而能够保持正念 这样子的一个利益 就是有正面的法义 那这样子的一个利益 它胜过我们世间的父母亲 乃至亲朋好友的爱护跟照顾 这个部分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对照 就是恶念 它就是伤害我们的心 那善念 它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心 那这个部分 就是比我们的世间 所有的这种爱护 还更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法位 我们说听闻佛法 然后能够去思维 能够去修行 落实佛法的实践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的那种 的利益 就是能够心安 能够得到新的快乐 那这种呢 都不是世间的 这一些的人情 这一些的这种好像我们说恩情 这一些呢 都没办法比 所以这个呢 是让我们能够更重视 这个佛法的修行 那因为佛法的修行 其实也是针对我们的心的安定 我们没有贪心吃烦恼 而且能够保持心的安定 那这样的时候呢 一个人也能够非常的充实的生活 那能够呢 就是不向外再去追求 所以在这个心平的地道的这个开始了 就是要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心 可以得到这个法的这个利益 我们可以去听文佛法 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加持 可以受用的这个法利 这个利益比我们世间一切的这个人情 这个教育 还要更加保贵 因为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心能够不依靠外在 没有所求 而自然的这种安乐 那这个呢 就是究竟的 是绝对的 就不会因为外在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短短的开示 我们就了解到 对我们自己 要能够真正用功 得到心理的安定是最重要的 那对照的故事 就是题目是叫做变性人 这个故事 就是变性人 这个主角 他的名字叫做梭瑞亚 梭瑞亚 那他本身呢 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所以呢 这个故事一开始 那就是发生于他 因为有钱 所以跟他的一些有钱的朋友 那还有呢 他的这个仆人 那他们呢 就就是要去沐浴 因为印度天气很热 那要有这个钱的人 他就有这个好像大众的这个沐浴池 是当做一个享受 所以他要出外去沐浴的时候 那在路上呢 印度的这个比丘 他的穿着呢 就是跟佛陀的时候 是以印度的人的穿着方式 那么他就是搭着这个衣 就是一整片的 然后呢 就是露这个右肩 右臂 所以当梭瑞亚 沾岩尊者 他在做这个整衣服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就是有露了他的手臂 然后这位这个富翁呢 他就看到了 这个梭瑞亚 他当时呢 这个荣光焕发 很有真心的 然后这个颜色就好像黄金色一样 那他当时呢 就对这个摩浦家沾年 这样子的一个容貌 非常的庄严 然后颜色又是 就像我们在赞叹阿弥陀佛说 深金色 那他心里呢 就产生了一个爱念的心 那所以他就 就是起了一个念头 他就说 如果呢 这个比丘啊 是他的妻子的话 那就多好 那或者呢 他心里呢 就想路飞飞 他说或者是 他的妻子的颜色 就是也能够像 摩浦家沾年 就是这位比丘啦 的这个肤色 看起来的这种气色啊 这么好的话 那就好了 结果呢 因为他心里起的这种爱念啊 贪念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 所以他就是之后呢 他就发现了 他的性别呢 就好像很神秘的就开始改变了 也就是他本来是难的 结果他就 就是性别就改成女了 所以呢 他自己才会知道啊 所以他感觉到说 哎呀 他堂堂一个男生啊 结果变成女儿生啊 所以他就非常的 就是感到很羞耻 所以呢 他就不想让人家 认得他 所以他想远离这个 他的家乡啊 那他当时也有两个 女儿啊 可是呢 他就觉得说 没有办法 在留在他的故乡 不知道要怎么跟人家说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要 就是搭着 这个人家的这种 好像到这个 印度的西北方 有个城市叫 塔西兰 那个地方啊 他就比较离开他的家乡嘛 他就想说 到那里啊 就没有人认识他啊 所以呢 他就用他自己的这个 有名字的这种戒指啊 就当作一个 好像一个 一个钱财 那就请人家让他 搭便车啊 就到这个塔西兰这个城市去 就在西北 印度的西北的地方 我们要走私路啊 他会经过这个城市啊 所以他离开了以后呢 他当然也没有告知他的家人啊 所以他的这一些的亲朋好友啊 当然包括他的妻子啊 还有他这一些有钱的这些富翁的这些朋友啊 就到处找他 可是找不到 所以当时呢 他到了这个塔西兰以后啊 因为呢 这个同样搭这个车子的人啊 他们也觉得说 他长得很庄严啊 美貌啊 所以呢 就好像宣传出去 结果呢 当地的 有一位年轻的富翁啊 他听到了 这个 就是 索瑞亚 就是有这样美貌啊 他是从 其他的地方来的 所以呢 也就看上了他 所以呢 就 娶了他 结果 他就 等于是变成 在塔西兰的一个 就是富翁的一个太太 所以他是 离开他的家乡 而到其他的这个城市 就也换了他的身份 所以他跟这个富翁结婚 他也生了两个儿子 那有一天呢 就 有一位 也是年轻人 他就 来到了这个塔西兰 正好是他的故乡 那边 他认识的一位富翁的儿子 也就是 他也认识的人 所以 当 这个索瑞亚 他看到 他的这个 认识的朋友 他就会 想要了解他自己的家人的情况 所以 所以他就邀请 这位 年轻的人到他家里来 那这个年轻人 因为 他不认得他 因为他已经变女的 所以他就问他说 你认得我吗 那那个索瑞亚就告诉他说 我想要跟你了解 他在这个城市的他的故乡那边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 那你要查的这些亲朋好友 那其中 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人 这个 就是有一位富翁 他已经失踪很久了 那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他只问这个周边的亲朋好友 那那个富翁失踪了 他为什么没有问 那这个人才告诉他 就是这个索瑞亚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说 其实他就是这位失踪的富翁 那当时应该是这个朋友 也才认得他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索瑞亚也告诉他说 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塔希拉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看到一位比丘 就是那位 就是他当时不知道他的名称 那是就是摩霍加扎年 那他就告诉他说 因为他看到他 然后起了这个贪念 然后呢 他就很 这个后续呢 就是变了这个男生到女生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变化 所以他觉得很羞耻 然后才就是 到了这个塔希拉这边来 让这边的人呢 就好像不认识他 让他可以重新再生活 可是他觉得呢 他觉得心里还是很觉得很羞耻 所以当时他这个朋友 他应该是有学佛的 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索瑞亚 他就说那你应该呢 要向这位比丘啊 摩霍加扎年呢 魔后家瞻炎来忏悔 也表白说当时 他不应该对魔后家瞻炎 起了这样的一个爱欲的心 他向尊者忏悔的时候 魔后家瞻炎也很慈悲 就告诉他说 我宽恕你 所以魔后家瞻炎的宽恕 结果这个索雷亚 就马上恢复成男生 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他的先生 因为他在家里供养 这个魔后家瞻炎 所以他的先生当场看到 他又恢复成一位男的 所以他先生也很惊讶 可是他先生也算是很温和 很知理的人 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 他就告诉这个索雷亚 他说 那既然你已经到了这里 然后你也算是这两个儿子的母亲 那我们就一起共同生活 也不要说你一定要离开 所以他先生也还是非常的宽容 所以他也劝他 可是当时这个索雷亚 他主要他就是有一个反省 他就对于他的这个生命的过程 他就告诉他这个之前的这个先生 他就告诉他说 他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经历了两个性别 就是最先他本来是男的 然后因为对魔后家瞻炎的贪念 结果他的性别起了变化 变成女的 然后又经过像魔后家瞻炎的忏悔 他又变回了这个男的 所以他感受到说 他自己的性别改变 然后他之前男的的时候 又有两个女儿 然后就为女的时候 又有两个儿子 这好像是他这一生里面 经过了两个性别 又好像过了两个生命一样 就恍然这个格式 好像说我好像一世人 普通是一世人是男人还是男人 他这世人就经过了两个性别 又做男朋友 又恢复做男朋友 所以他就感觉说 他对这个人生 他就有体悟感觉看破 他觉得说这个世俗 生活就是为了这个贪欲生活 他就觉得说很没有这种兴趣 所以感觉说对他自己心里的那种 好像对世间的追求 而就改变了自己的性别 他就觉得说这个部分 应该是要去好好修行 所以他就发心 就希望他自己能够出家作为比丘 而且他是希望就在摩佛加山岩尊者的指导下 能够修行 所以他就告诉他这个塔西拉的这个先生 就是说那这两个孩子 就是儿子就还是由你去抚养长大吧 就让你承担这个养孩子的责任 他要去修行 所以他就跟着这个摩佛加山岩 就是离开他的家里 同时他也像他那个 从他的故乡来的这个年轻人 因为他也是他的恩人 因为他的到来 然后让他有机会告诉他的这个 种种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然后他这个朋友又劝他 要向摩佛加山岩来忏悔 那他也向他这个朋友道别 所以摩佛加山岩很慈悲的 就为这个索瑞亚就剃度 那就成为比丘 那他出家以后呢 也非常的用功努力修行 那摩佛加山岩也带着他 也向佛陀顶礼 那向佛陀呢请示 这个开示 所以他就变成一位 真正的很用功修行的比丘 那在这个比丘的生团里面 其实呢 他们也是有一些比丘很好奇的 就是听说了这个 索瑞亚他出家前 他曾经有过的这个经历 那就会问他说 那你有两个女儿 也有两个儿子啊 那你是喜欢女儿呢 还是喜欢儿子呢 那当时呢 他有时候呢 他就会回答 按照他自己真正的这种喜好 来回答他们说 他比较喜欢儿子 那 那因为经过这个比丘啊 还有这些这些在家的局势啊 他们经常就常常问这样的问题以后啊 他就开始呢 就觉得心里有受干扰 而且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问他啊 其实好像就是要把他过去的这个经历啊 在家里好像修路他啊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呢 也生活得蛮羞耻的啊 所以他就一个人到了这个树林里面去修行 而且呢 他就用观生无常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他把他自己的经验啊 就来家里对照佛法 就说这个身体啊 他其实是变化无常的 他这一生里面就由男的变成女的 又由女的又变成男的 那我们要执着什么呢 那即使我们一生是男的也好 或是一生是女的也好 那实际上这个好像也是在各种的变化里面的一个过程而已啊 那他本身都是无常的 那没有什么好执着的 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心有这个贪念 所以呢 他可能会变男的 他可能会变女的 那所以呢 他这样子观察的时候 就是用他的这种 真的很恳切的这样的心啊 他就专注在这个 这个官身无常上面啊 这个官身无常上面啊 结果呢 他也用这样的方法呢 就正到欧罗汉国啊 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个正到欧罗汉国啊 是经过官身无常的这个方法和证悟的 而且呢 他也有这个非常非凡的这个神通跟智慧啊 那当他正到欧罗汉国的时候呢 他就回到这个比丘的身团里面啊 那这个时候又有人问他 同样的问题说 那你是喜欢你的儿子呢 还是你的女儿呢 他这个时候啊 他就说 他对任何的人都没有执着了 就表示说 他没有说特别喜欢是儿子啊 或者是女儿啊 或是任何的人 所以这些比丘啊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正到欧罗汉国啊 因为正国的人 不是普通的人看得到 那正国的人 他就是自己看到真相 他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也不是我已经正到果位了 他就是看到这个身体无常 那就是看到事实嘛 那这个也没什么好去跟人家宣扬的嘛 所以这些比丘也不知道 他已经正到欧罗汉国啊 所以他们就去请教佛陀说 为什么现在索罗亚 他开始呢 用这个不同的回答 那佛陀就告诉他们说 因为啊 这个索罗亚 他现在已经正到欧罗汉国啊 也表示说 他已经看到这个诸法的真相 男的也一样 女的也一样 最主要是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身体的这种无常的现象 所以呢 他真的是对任何的这个世间的现象都没有执着了啦 因为呢 他正确的这个信念 也就是说 他专注他的信念 观察诸法的真相 那让他呢 心里充满的喜悦啊 所以呢 这个就不是 他身为父亲 或者是他身为母亲 当男的或当女的 他就照顾自己的儿子啊 或是照顾自己的女儿啊 这样的快乐可以比的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体会到啊 就是世间的这些人情 父母跟子女的这样的恩情啊 实际上呢也是无常 那我们要得到法的安乐 才是真正究竟 所以从这个故事的学习也要让我们知道 千万不要看到好的 我们就起这样的贪念啊 说哦 这么漂亮 我们就开始起贪念 那实际上 这样的一个贪念呢 他就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这种基因 那好像只是这种身体的变化比较慢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因为摩沃加詹言 他也是一位开悟的尊者 所以他应该就是 就是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教育的这种作用 那让这个索雷亚呢 也在他这一身里面 也看到了诸法的真相 那我们也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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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生出元首 互持互生 任养学童 要大众一起来加入 华博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互名中华互生协会 药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黄宝灿 孝清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 至9月19日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尊圣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噶马巴乌金清烈多杰尊者 2021年6月5日起 每周六晚上七点 于脸书首播 菩提道登论中文教学 生命电视台将于6月11日起 每隔周星期五晚上9点重播